洛杉矶的东区 Diamond Bar城市里 有一片社区被称为东区的比华丽山庄 就是The Country 这个社区我们美梦成家 在过去几年曾多次到访 但是在近年来 这个社区也呈现了一种不同风貌的一些变化 越来越多的新屋在这里起建 而更多的房子也被翻新 那么现在这里的生活格局 又是一番怎样的景象呢 其实还是变化还是蛮大的 因为Country大概是从70年代末期 开始建成的这个社区 对 那84年的时候 我们Country这边曾经被选为 奥林匹克的赛马场地 当时是在这里边 那现在这个赛马场地呢 就变成我们Country里边 附近居民的一个in-door的 一个exercise的一个中心 那另外一个呢 就是近两年呢 我们看到很多新的buyer进来 这个community以后呢 会把这个房子整个作为翻新啊 或者是review 像我们现在这个房子 整个就是18年开始 就是花了两年时间去review 重新就等于一个新房子一样 那整个社区呢 这种状况越来越多 很多人会买了旧房 那就像很多 剩下一些很好的社区一样 那慢慢新房子会出现的时候呢 房价会慢慢涨上来 我个人觉得呢 现在是一个很好进入市场的时期 就是因为房价还没有真正涨上去的时候 然后房子有很多增值的空间 大家看到后面这个property呢 R2119 Stiple Chase 这就是我们公司独家代理的一个property 那这个property呢 非常的新 大概我们是2018年年底刚刚建成的 大概刚刚建成大概两个月的时间 这个property呢 大概占地1.4个英亩 然后它的室内面积大概在7250尺 然后它有7房7.5玉 那所有的建筑材料都非常的unique 那这个房子是地中海市的建筑风格 然后它的售价在598万 那这个价位在country里面呢 只属于大概中上等的价位 好 我们从这个房子进来呢 我们可以看得到 我们正面呢 就是它的living room 然后呢 这是它的玄关 living room 然后我们现在地面是采取很漂亮的石板 对 就是我们的travel team 还有marble 然后上面用了很好的crown molding 大家可以看到顶面都有很特别的设计 然后另外有crystal的chandelier 对啊 大家可以看到说这个sealing是很特别的一个设计 然后呢 它的整个窗子呢 都是拱形的窗 然后后面可以看到整个后面的view 那后面阳台呢 也是带cover的阳台 也都是很特别的设计 一种地中海市的设计 那我们接下来再往下走呢 就可以看到这边是我们的living room 很宽敞的一个dining room dining room呢 这边是直接可以接到我们的kitchen 那kitchen这边我们用了很非常贵的一些appliances 我们这边有subzero的appliances 然后再加上我们double oven 然后这边有central island 这边接下来呢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family room呢 这边有一个y bar 然后接下来可以出到我们的小阳台 对 这边有一个小的padio 然后family room这边 我们还是一样 我们上面也用了很好的crown molding 我们的采光非常的好 你看四周可以 四周到处都是很大的窗子 然后另外是customized fireplace 从这边family room出来呢 就可以看到一个很特别的一个feature 那我们就这边是一个很小 很好的一个带cover的小阳台 那另外还有呢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 我们下面有一个office 那这个房子呢 左右两侧 我们从进来大门的时候呢 左右两侧都有一个office 对 所以这个房子大概是有两个office 那我们右面这边呢 是它的一个elevator 是一个这个房子本身带的电梯 对 这个房子大概有三层 我们这个房子有一个电梯 对 好 那我们一层呢 大家可以刚刚看到的 是我们有living room 有diving room 再加上一个 一个很高档的一个kitchen 然后呢 我们现在有两个office 那这个office同样的状况就是 我们用更好的采光的方式呢 就是所有的房间都有它自己独特的view 然后我们一楼呢 还有一个master suite 在你的office的对面 这边有一个master suite 那这个你看到这个junior suite呢 这边有一个很特别的 我们叫多边形的 其实是叫一个像类似一个bay window的状况 对 那每一个window它有看出去都有后面美丽的风光 美丽的风景 整个房子呢 我们大概有三层 那楼下呢 是一个十个车位的车库 等一下我们带给你去看 我们现在接下来我们上楼上 那接下来我们上来 我们一路上来的时候呢 又看到我们这边有crystal的chandelier啊 还有啊 我们的窗子的设计 第二次又看到我们所有窗子的设计 然后二层呢 我们可以看到 往下面看的时候 可以看到这个房子的high ceiling 非常非常高的一个ceiling 然后紧接着我们这边 就是我们的第一个套房 我们这边其实是为一个啊 比如说有baby的情况下呢 我们是一个baby的小的suit 对 那我们现在接下来 就到了另外一个suit 那啊 这一个suit呢 同样的也有一个小的起座间 然后四周有这种菱形的窗子 可以maximize整个的 我们室外的风景 那我们master suit呢 还有一个很特别的feature 就是我们大概早上起来的时候 你可以不用起床 我们就可以把窗帘全部自动打开 然后就可以看到窗外美丽的风景 那我们可以演示一下 这个房子呢 有它特定的智能家居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nice 我们所装的 手机上可以装一个app以后 在你回家的啊 之前呢就可以把温度调节 还有啊 就是温度高与低啊 我们可以在手机上调节 那这个房子 除了它特别的智能家居以外呢 还有一个 我们有central vacuum 就是每一个房间 它会有一个接口 那我们这个central vacuum呢 就是我们所谓的啊 中央吸尘器 啊 我们可以每一个房间 大概接上它的pipe 就可以把每个房间都吸到 所以非常的非常的方便 我们看到这么大的一个场地呢 其实并不是一个室内的运动场 而是我们这个房子独有的一个实车位的车库 非常的exciting的一个地方 那啊 我们也很方便的 就是我们从车库进来的时候 我们可以直接从电梯 我们一直上到楼上去 那这边呢 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 就是还有一个工人房 我们可以啊 就是可以给家庭保姆啊 或者工人啊 可以住在这个房间 别被揀了 在我家里字幕并面前面 收督视易哦 我们可以收睇久一下 这个房子导致 COVID时